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 在美国工作难吗 现在不难 想干到什么时候解释 在这个领域里做到全球最好 一般您早晨都是几点出门去上班的 一般是9点 那您家离公司距离远吗 开车5分钟很近 这样晚上加班回来比较方便一些 那您一般加班会加到几点啊晚上 12点 经常吗 每天 从早上9点要到晚上12点 差不多 哇好拼啊 那您每天上班就是基本上一开车居多 还是走路居多 走路居多 一半一半吧 或者说是 您一般早晨来到公司第一件事会干嘛呢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先去我的办公室 就是把这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先安排 处理一下 如果没有应该的话 有的时候我先去宣导 先跟国内通话 因为我们有国内奥会 所以这时间他就快睡了 这个教室是我们负责语言培训和求职项目的办公室在这里 然后这个办公室是我们做流血项目的一些市场的同事都在这边 我认为我是比较dedicate去做这个创业项目 所以呢 在那个阶段没有想说 仅是简单的试一试 还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在12年开始 我是比较全身精神去投入到这个创业项目里面来 在流血服务行业 我也把它分类 就是按我自己的方向去分类 第一类呢 是这个 比如说租房阶级这样的基础性服务类公司 在这里面呢 我认为确实存在着 大家对行业不够了解 进来之后呢 可能拿了一笔投资人的钱 就想方设法尽快就扩展扩大 而没有办法把服务做到极致 把服务做好的这种情况 会多数这个很多情况下会存在 所以呢 我们也需要去不断去制定这个行业标准 并且去监督这个市场的正规 这是在技术类服务 然后在呃 留学类服务呢 呃 比如说像这个学校申请 那么在去年呢 也出来一些呃 这个呃 作假行为的机会存在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都接到过几起学生这个 没有办法了找我们求助 就是说被呃 不法的中介骗过 所以呢 其实都存在于这个呃 服务质量层次不齐 并且也有这个虚假性的呃 资讯的情况出现 这就是目前的行业现状 这就是一些我们项目的海报 然后呢 呃 到这边墙呢 主要是我们的活动 大城的活动 像这个 从第一届到第五届的留学生日 每年的九月份 呃 现在到 第五届的时候 已经有将近五千个学生来参加了 然后随便上 例이증 尤其是三国这部书啊 我读过七百多遍 你读过七百 不是 你先等会吧 多少700多遍 您点吹牛了吧 流行申请服务过程中 现在的行业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在中国你会发现有很多大型的中介 就是像这个我就不说名字了 只是说他每年的申请的数量都是在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的这样一个数量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在美国发现是没有的 就是说美国是没有这么大的申请机构的 但是美国又这个education的counselor 这个职位 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independent 就是独立咨询顾问的形式存在 为什么是这样的 原因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些年里 就是中国的学生以及家长 他们并不了解申请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依赖于包括语言的障碍 他们依赖于中介机构帮他去做天表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我称之为是大量天表的公司 这是肯定能做大的 但是教育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 其实学生如果想从比较早期进入 找一个好的咨询老师 他是选老师的 教育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 所以是真正是好的老师来吸引学生 很多学生慕名而来 而并不是好的品牌吸引学生 那么在这个行业里 它持续往下发展 中国的留学生留学也会更加趋向于低零化发展 包括今年的比如申请结果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越来越感觉到 在国内如果读国际高中 或者是这个公立的高中 在申请方面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 是吧 那他可能就提早来美国的高中去读书 但是如果不在美国读初中的话 又进不到好的高中 所以不断的留学的年龄会前置 这个出现这个问题 在前置的过程中 我们就有更多或者更长的时间 去接触我们的学生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已经从刚开始的 这个天表老师的工作 然后进化成 我们可以花大量的时间 去帮他规划整个的留学路径 因为往往是申请了一个不同的学校 一个不同的专业 就会改变留学生医生的人生轨迹 纽约的我们给我们其中一个房产主管 过生日的照片 这是我们的合伙人 纽约大学之前的老校长 帮我们做讲座的照片 然后这是我们纽约邮轮的照片 就是你们会给每一个员工都过生日吗 还是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会给每一个过 但不都是在外面过 一般都是每周五的 Happy Hour的时候 然后如果这一周有过生日的 我们就一起买蛋糕 一起过了 那您觉得留学服务这个行业赚钱吗 赚钱的话呢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暴力性的行业 然后所以说 它赚钱与否 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成本 去让我们每一个同事都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以及潜能 这个才能够让这公司产生一定的利润 我们在一般来说的硕士申请 整个一个七到十个学校的申请是八千美金 所以这个价格拿到中国都不算贵的价格 如果本科的话会做长期背景提升的话呢 几年的时间服务下来 加起来也才十几万人民币 所以也不是一个很高端的费用 因为像国那些小的工作室可能要收到30万到50万的咨询费 我们期待就是说 在美国的同胞能更加乐意去互帮互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是我认为呢很多的家庭以及孩子对留学是有误区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说 如果这个工作做好的话 他有机会可以重新定义留学 留学不应该是来了之后 这个随随便便的选了一个专业 随便选到一个学校 然后之后呢又这个随过逐流的去找了一个工作 应该是一个在语言培训阶段 就可以有好的mentor去指导你 去定位以后你应该想去做什么样的方向 然后呢不断修正这个方向 不断去验证这个方向 所以留学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不断去发现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一个事情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 是就是刚才把这两点都做到之后呢 这家企业就可以变成一个改变留学生一生方向的一个企业 所以呢这三点应该是我们最想做到的事情了 订阅美国华人圈 带你了解美国各行业 我是教育服务导师 王少南 资格比较 感谢观看